某人原本打算以46,000建筑一间房屋 但是材料涨了25% 工资涨了30% 结果建筑费供需58,450 问原来的材料费与工资各是多少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那个材料费 RMX然后工资RMY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是X加Y等于46,000 然后其实我可以直接把它变成46,000 减X这个是我Equation1 你心里想它涨到25% 那就是100%再加25% 就是原本的125% 原本的125%是125和100 也就是1.25 同样的工资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130%也就是1.3 所以它的这个材料费是X 这个是Y,所以它变成长了原本的1.25 这个是原本的1.3 所以我就有1.25X加1.3Y等于58450 我拿到1.355 所以它会变成252.3Y等于5,845,000 然后125我除5的话它会变成25 所以我有25x 然后我130 我除5的话 我拿到的是26 然后我的这个5845000 除5的话 我拿到的是 P169 P169000 OK P169000 多了一个0 P169000 好 这个变成我Equation2 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里面 我就有25x 加26 46000 减x 等于 这个是 什么 1169 1169000 所以我就有25x 加 这个26 乘46 三个0 等于 1196 1196 三个0 减26x 等于 1169 三个0 29 减这个 减x 这个 1169 减 1196 1169 减 1196 它其实是 减27 减27 000 所以我的x 会是等于27000 然后我sub我的x 等于27000 into Equation1 我的y 等于4600 减27000 等于1900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 46-27 等于19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总结说 它的那个材料费 所以是RN 客气 000 然后工资 工资 就RN 19 000 OK 就是这样 呃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是这样 所以材料费是这么多 工资是这么多 OK 好 来 所以你看我在这一边 我的 那个 27000 加19000 会是等于 46000 这个是它的那个工资 是正确的 然后我的 27000 它增加了 25% 就乘1.25了 所以它原本是27000的 变成33750的 然后 过后呢 再加上 那个 19000的 乘以1.3 然后它总共的会变成 58 450 58 所以 这样的 情况下 就对了 000 乘1.3 OK 好 所以 这样 我的答案正确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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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